全球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世界面对面 我是黄宝慧 今天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一起来关心 本周的一周大事 因为不满美韩联合军演 北韩再度发射了飞弹挑衅 这是北韩继上次模拟核弹头空中爆破之后 再一次的军事挑衅 不过同一个时间 俄罗斯总统普丁宣布了 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让东亚地区的核武威胁持续的升级 另外以色列司法改革的争议持续在延烧中 国防部长格朗特呼吁政府 要暂停推动争议的改革 不料总理纳坦雅胡却是一意孤行 更直接开除了这位国防部长 结果是引爆了人民怒火 上万的抗议人潮 聚集在总理官邸之外 气氛相当的火爆 抗议美韩军演 北韩27号再度射弹挑衅 将南韩与美国的联合军演 视为北清演习 金正恩从3月初以来 不断秀出北韩各种 飞弹发射方式 以及射程实力 日前更宣布 无人核弹潜航器 海啸试报成功 欧斯总统普丁 同样动作平平 3月1日 我们开始进行 领域领航器 1月1日 结束 宣布和好朋友 白俄罗斯达成协议 俄罗斯总统普丁 将在当地部署 战术核武器 直接威胁 与白俄罗斯 领域领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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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们没有看到 什么会让我们 改变我们的 领域领航器 领航器 普丁更指出 相关部署与美国 做法类似 然而西方盟国认为 这种比拟根本是误导 而且一旦使用战术核武 也很可能将冲突 升级到实用战略核武 欧洲联盟外交 继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郭瑞尔 也透过推特 警告明斯克当局 如果允许俄罗斯 在境内部署核武 布塞尔将对白俄罗斯 实施新制裁 灰国旗烧木头 上万抗议人潮聚集 特拉维夫 从高速公路 在一道街头巡尾 动员集结 却是冲着政府而来 示威士们正在 领域领航器 在反应 严谨域领航器 严谨域领航器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因为公开建言 要求暂缓司法改革 竟惨遭总理 纳坦雅胡面试 更直接开除解职 气得不少民众上街示威 聚集在耶路撒冷的 总理官邸外 一度冲破安全封锁线 警方甚至动用强力水柱 驱散群众 抗议纳坦雅胡 霸道炒官员 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 随后也请辞 立表共进退 以色列主要工会 也号召发起大罢工 美国同时也表达关切 不与纳坦雅胡 倾听民意 维护民主价值 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季度片 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 揭发了南韩宗教团体的丑闻 而其中 婴儿花园的教主金己舜 涉嫌杀害并且虐待教徒 引发了争议 但是现在这位教主 却不惜跨海提告 美国Netflix总部 要求要下架纪录片 除了要求700万台币的损害赔偿 更是扬言 影片一天不下架 就求偿每天 大约新台币23万元 而另外一位教主 郑明希 创办的社理教教会 连台湾人妻YouTuber阿滴 都曾经是她的教徒 然而郑明希被指控 以神的名义 性侵女信徒 没有想到被判刑出狱之后 竟然是行径不改 再度因为性侵指控被捕 出生在南韩 乡间的贫穷家庭 郑明希到底是怎么样 一手来创立社理教 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教徒对她深信不疑呢 带你来深入了解 是宗教还是异端 是救世主还是性侵犯 什么样的信仰能让人 对真实视而不见 又是谁从头到尾都在说谎 当你发现长久以来深信的都是谎言 要揭发这一切 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 长达90分钟的录音档 内容惊世骇俗令人沉默结舌 社理教争议随着纪录片无限发酵 是谁背叛了信仰 人心自由攻断 不少国家因为担心 资料安全的问题 纷纷宣布禁止公务人员使用TikTok 而美国不只是拜登政府 美国国会也是以国安为由 对TikTok炮轰连连 施压要求TikTok 与抖音母公司自音跳动要分家 而TikTok执行长周寿兹 在日前就亲上火线 出席了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 周寿兹的经历也因此被棋底 他是来自新加坡人 那拥有是哈佛商学院的学位 并且因此在哈佛认识了台裔的妻子 曾经是高盛银行的投资家 被视为是人生胜利组 然而尽管说周寿兹 他挺过了长达五个小时的拷问 却没有办法平息立法者的担忧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甚至还扬言要推动TikTok法案 来保护美国人被中共影响 美国国会议员言辞犀利 速度打断周寿兹发言 这场众所瞩目的听证会 二十三号在众议院能源继商业委员会登场 我的问题是 你正在意识到 你会从北京和共产党的国家 你正在意识到你很好的演员 但我们的努力 要求成为这些目的 都没有做到 你会继续收集资料 你会继续卖资料 你会继续做这些东西 而且继续在共产党的国家 议员的连番炮轰 却是不幸TikTok没有与北京挂钩 尽管周寿兹竭尽所能 想让在场所有人幸福 但效果似乎相当有限 你跟FBI主席雷和NSA主席尼克森尼 认为CCP能够有能力 操控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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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送到美国的国家 你跟他们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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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他们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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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億美元推動德州計劃的改組方案 讓公司能受美國政府和第三方監督 又能同時保有TikTok的經營權 但這項計劃沒讓議員們幸福 先生,如果中共指出ByteDance 把TikTok在美國的所有資料 甚至在Project Texas 他們必須要做這個嗎? 按照中國法律的法律 總之,我是新加坡人 那是好,但有你的工作人員 和ByteDance在中國 我們理解這個問題 我們聽到這些關鍵 我們沒有嘗試避到他們或重視他們 周壽茲搬出自己是新加坡人當掌線牌 更加深美國對TikTok的不信任感 而他的來歷也受到外界關注 現年40歲的周壽茲出身新加坡 先後赴英國和美國求學 過去曾任小米集團高層 2021年受邀加入字節跳動 而本次赴國會聽證會 似乎未能緩解TikTok在美國的生存危機 閉嘴現在暫停 禁止我們的孩子 中國政府在未來使用這個 他們會把他的資訊 然後使用這個作為可負責的 如果他在後來找到工作 国会外也有民众上街 声援禁用TikTok 但有不少网红冲到华府 表示一旦被禁用 将危机自身利益 掀起青少年暴动 不过最不满的 恐怕还是北京中南海 不是产品和服务本身 仅从外国投资者的身份出发 强制要求出售TikTok 将严重损害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 赴美投资信心 出售或者剥离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问题 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 履行行政许可程序 中国政府将依法做出决定 TikTok俨然成为美中对抗的主角 只要自安疑虑无法有效解决 华府永远都能找到理由 持续打击中资企业 美国德州拥有便宜的电力 让高耗能的挖矿公司前来设厂进驻 不过加密货币面临着监管的压力 可以说是与日俱增 而且挖矿本身还有环保的问题 科技业的大咖 他们的立场也是不太一致 有些人是看到了未来 比特币价格冲高 也有人是看衰 认为说买家是傻瓜来接盘 不过在美国银行危机之后 加密货币也成为避险的选项之一 反而是迎来了一股复苏的趋势 美国德州摇身一变 成为加密货币挖矿重镇 受惠于相对便宜的电价 加密货币公司 位于德州郊外矿场 多达25座 正在全力挖矿 比特币挖矿透过电脑运算力 验证区块链上的交易 并且记录到公开账本 交易记录者叫做矿工 他们使用的电脑成为矿机 把比特币的交易记录 打包到区块链中 然后生成哈希值 第一个成功打包新区块的矿工 可以获得一些比特币作为奖励 因此挖矿需要强大的电脑 以及大量的电力供应 德州西部小镇麦卡米 在当地拥有风力发电之都的美称 凭着大量风力和太阳能的 可再生能源提供便宜的电价 吸引比特币挖矿公司 前来全地挖矿 走进矿场 光是这个据点就有 8万6千多台矿机全力运转 其中挖矿公司比特兄弟 到2023年2月为止 在德州矿场已经挖出 超过15枚比特币 收入大约近账37万美币 全动荡之际 德州在续挖矿热潮 加密货币作为新兴的数位资产 虽然在金融界刮起一阵旋风 但是随着交易所破产 加密货币不止面临巨大的监管压力 其中挖矿的环保争议 正逐渐浮上台面 比特币挖矿公司 比特币挖矿公司 百分之0.55% 矿场每日可以挖取约5.5枚比特币 由于挖矿是高耗能产业 环境冲击自然难辞其咎 2022年纽约州下令禁止使用非绿能电力的挖矿公司在纽约营业 成为全美第一周限制加密货币挖矿 还有联邦参议员推动加密资产环境透明度法案 要求挖矿公司揭露电力消耗超过5兆瓦的营业排放 我们正在看抖矿现在是另一个重要材料的一部分 是地球核研究程度 地球核研究部网站在新闻国际生博士卫生博士上 进行地球核依照报告 来看看地球核依照取消耗核依照 曾经接受比特币买车的特斯拉老板马斯克 也是拥护加密货币的大咖之一 他的推文和个人的明星光环炒热币权投资 女股神伍德更是大力压住加密货币 还大胆预测2030年比特币价值将会上涨到100万美元 不过并非所有科技界都如此乐观 微软的比尔盖茨就不看好区块链 他不仅认为玩加密货币和NFT等于在找傻瓜接盘 还公开呼吁不是有钱人就别买比特币 不过2023年初比特币价格大涨 在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后更获得避险资金易助 即便遇上政府监管环保和市场不确定性 不少投资人依然前进大挖矿时代 总统蔡英文在4月初前往中南美洲进行了邦交之旅 并且在过境美国的短暂时间之内 还特别安排了在加州的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说 更重要的是与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面 整体的行程格局都比以往更高阶 不过继去年佩洛西来到台湾之后 这也是蔡英文总统在短短几个月之内 二度会晤了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因此在台北双方敲定行程的过程之中 数度刺激了北京当局 同时与我国建交超过80年的宏都拉斯 也在这个时候宣布与中国建交 因此在今天我们就特别想要聊聊 台湾外交的朋友圈的现况 到底呈现出什么态势呢 因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海大学 政治系的教授邱世宜邱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国际情势 欢迎邱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邱老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首先要请教老师 请老师跟我们来谈谈 我们这次看到这个蔡总统访问美国的行程 跟以往的规格有什么样的不同 到底有哪一些突破呢 基本上呢 其实蔡英文在2021年的时候 她其实就到过美国 而且那个时候她也在这个加州的 这个雷根图书馆有发表演说 那我们知道说在蓬佩奥 就是川普时代的这个国务卿 她也在雷根的这个图书馆发表演说 她讲了一个非常破冰式的一个宣言 就是说当时候美中的回暖 所谓的恢复建交 然后既有跟台湾断交是个历史错误 所以其实蔡英文在那边其实是一个 当时候已经是很化历史性的意义 那这一次呢 当然我们的蔡总统到了美国之后 她根据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资讯是 应该还是会在雷尔根图书馆 再来发表演说 那另外她会在这个纽约的 有华府的哈德逊的这个智库呢 她所举办的一个event 她拿到一个全球的领导人的一个奖项 在那边受奖 这大概也算是一个突破 那也是这次蔡英文总统 外界都是一直在传说 本来是麦卡锡 一直想要来访问台湾的 就后来是大家折冲了办法 也很怕就是说 中共方面可能会有很多的 强烈的比较过激的一个 这个行为一个反应 所以几经协调之后 在最后是敲定 就是蔡英文总统跟这个 麦卡锡中院议长 在加州来会面 那希望就是说这样子 可以比较和缓 中共方面可能会有的一些 过激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再来看看说 这一次呢 我们蔡英文总统 她可以说是在很短期之内 就会晤了前后任 美国的众院的议长 那么您认为 从上次裴洛西来到台湾 还有这次跟麦卡锡的会面 各自代表什么样不同的意义 而麦卡锡 她的这个抗中的路线 跟民主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基本上其实连续短短几个月 去年八月 陪洛西现在要麦卡锡 那麦卡锡现在跟蔡英文 是在美国会面 不是在台湾会面 那这个基本上也是我们这边的意志 而不是美方的意志 换言之 如果今天蔡英文 蔡总统这边没有讲什么的话 那麦卡锡是愿意来的 这个当然是我们让 就长话短说 就是对麦卡锡来讲 她本身因为在共和党内部的 这个势力并不是那么稳固 她选了15人才选上了 这个众院的议长 所以她需要能够对这种 所谓的极右的 尤其是像Freedom Caucus 我们叫自由党团的 这些议员书成 所以她必须要用抗中的方式 所以对麦卡锡来讲 来台湾她是非常愿意的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蔡总统会考量到 因为毕竟跟国内的选举 还是有个考量 是 纵使很多比较偏绿的民众 可能也不见得希望说 马上就让两岸之间 这个把警安关系推到最高 所以对于蔡总统来讲的话 2024年然后赖清德又要选举 可能她有这些考量 那折中来讲 就是在美国来会面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意义其实从1997年 当时候的这个金锐器 她其实就已经访台了 那她访台之后呢 当时候中共 才短准几个小时 对 但是那个时候中共很弱 1989年六四天安门之后 其实那个时候 美中第一次破冰 所以她是先访中 而且金锐器告诉 这个中国领导人说 如果你们敢动 台湾应该寒毛 我们美国是绝对会放过你们的 她讲得很明显 所以后来当时候的 那个中国领导人 她也回说 那基本上我们 并没有要去打台湾的意思 所以后来她就来访台 那是第一次 那过来就是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培洛西奶奶 去年八月的时候 那培洛西她是从年轻到抗中 那八九年之后 甚至她在这个 还六四 六四的天安门 她也拉这个百步条 那后来呢 当然现在就是麦卡锡 所以其实这三个 连续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美国不是说 你中国反弹 好像说你怎么样的 恫恶台湾恶恶美国 我就会让你 那顶顶多多 就是说 以拜登当局 甚至于拜登下面的 这个民主党的参众议员来讲 但是现在众议员是 是共和党 在执政 那也就是说他们是多数 所以麦卡锡是共和党 可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还是希望说 怎么样一个方式 能够让整个事情 不要说一下子就把 警察关系拉到这么高 但是还是有 美台之间实质的进展 说到美台之间实质进展 那么台美的关系 新的里程碑 除了美国国会 各项力挺 台湾的力道 可以说是史上最强之外 我们最近也经常看待 这么多的美国的官员 来到台湾 密集 这种密集访问的程度 似乎也是史上最高的 不过这些官员 访问台湾的实质 效益到底是什么呢 我自己最近 开始在关注 美国的参众议员 对台湾的提案 跟发言 跟他的所谓的 这种公定会的内容 所以我这边就 老师做了很多的研究 我这边带了一个图卡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从第107届国会 那他一届国会是两年 到114届国会 就是川普那两年 我在图卡上面有稍微标记一下 川普那两年 114 115 到现在拜登是116 117 118 那你看到蓝色的 这是参议院 他的这个送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也就是说台湾的 跟台湾有关的议案 只要是送到外交委员会 表示说他们把他当成是美中的 国对国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参议院 参议院的这个比例是往上冲的 甚至在一五届川普的时候 冲到了将近七成 那当然后来有点往下降 还是维持在高档 可是众议院就没那么高 众议院甚至有点下降 那原因并不是众议院 不关注台湾的议题 而是众议院他管的是预算 这是这张图我们看到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从2001年 一直到现在2024年 其实你涉台的法案数 我在这个左边的这地方 是涉台法案数 你可以看到其实是 是往下降的这个趋势 不过这个涉台法案数往下降 并不代表说涉台的法案 有提的话 他的品质是往下降 他有可能是提的少 可是反而是更关键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整理了一下从这个2016年 也就是川普时候 总共访台的参众议员 这个是非常非常多 那光是在拜登上任之后 就有这个十四个梯子 然后有二十几个 这个参众议员来台湾 那是非常非常多 有些人是一来再来 一来就是要点小笼包 要逛夜市 其实来到我们名字 我们都记不太起来 那最近一次当然是 这个麦卡奇 有任命的中国特别文会 叫做Mike Gallinger 他密访台湾 这年轻人大概39岁左右 非常反中 而且他反中是有很深的 这个理论基础 那虽然麦卡奇本身 比较是目的性的反中 但是Mike Gallinger 是真正跟那个 裴洛西奶奶一样 是真的是理念性反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2016年这样 这样一路下来 最近2023年 光是2022年去年8月 一个月来的三团 几乎把台湾当成是这个 光光盛地在这边旅游 其实你可以看到 美中之间的这种活动 是越来越频繁 高层互访越来越密度越高 那甚至在2016年 虽然那时候川普时代 因为刚开始 台美之间刚开始有接触 比较没有那么多参众议员 可是川普时代是更厉害 他来的都是行政官员 所以我们看到说 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不管是行政端 立法端 高层互访的比例 跟品质 跟那个机密性 都已经越来越 往高层次去发展 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参众议员 都纷纷来到台湾访问 那这包括 这次蔡英文总统跟这个麦卡锡 中院议长要会面 那您认为说 那么就是麦卡锡跟蔡英文总统 在会面之后 中国会像去年那样 启动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吗 或者是会用任何的方式 来继续恫吓台湾吗 我觉得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如果说蔡麦会 是维持一个比较 温和低调的基调 比如说就跟 2018年蔡英文去 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说 然后他们可能选在 麦卡锡的选区 或者是在加州 雷根图书馆他们会个面 然后蔡英文把它定调为 过境外交 我觉得那个情况下的话 会比佩洛西去年八月来台湾 中共的反应来得更低 因为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说 虽然说他们的军机 他们的这个人权的概念 好像都是比较 相较于台湾比较不在乎 可是他毕竟飞那么多的飞机 其实他们也要有些油料 也要有些成本在里面 当然他们不是那么在乎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至少对于习近平的判断 他必须要做这个动作 要有效 他才会持续做 如果没有效的话 尤其对台湾的民心 对于国际的观瞻 甚至对于整个美国 也没有办法让步 你反而越硬美国现在越硬 那其实他会评估 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蔡英文可能 在这一次的访问 有可能去踏到华府 甚至是国会山庄 那这样的话 可能中共的反应 我相信是会远高于 这个佩洛西访台 可是纵使是这样 有仅止于军事演习而已 因为他们现在目前的 国力军力来讲 是没有办法去把整个 美国为首的这个盟军 包括日本 这个菲律宾 或者是印度 澳洲 把他打下去 那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习近平他顶多顶多 就是加大他的那个演习的力道 那对台湾围堵越来越近 或者说你军机的这个平板 越来越平衡 他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可能寄望就是 2027年所谓的中国 美国的军力逆转那一年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 2027年你中国会进步 美国也会进步 是本 菲律宾也会进步 不是只有你会进步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 高度的动态平衡 他在整个高压的情况之下 虽然是我们台湾人的宿命 不过也告诉我们台湾人 就是说我们要 这个准备 要好好把这个战备做好 老师刚刚讲到 高度的动态平衡 我们知道说 其实麦卡锡 原本就是规划 要亲自访问台湾 但是实在是因为 刺激了北京的敏感神经 因此才会改成 我方到美国去的 这样的形式 但是我们注意到 根据一个香港的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当时北京就曾经 私下透过管道 向美方提议说 如果你麦卡锡 一定执意访台 那么好 有一个交换条件 那就是让美国的 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 去访问中国 来避免美中关系的 继续更加恶化 我想请问老师 你觉得贺锦丽 访问中国的机会 会有多大 如果成行的话 时间点有可能会 落在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如果 中共内部评估 他们最后文攻武嚇 对于说蔡英文 跟麦卡锡的见面 其实效果不好的话 当然是预测嘛 那他们可能就会 接受这个offer 接受这个贺锦丽 来去中国访问 这样的一个提议 那目前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案盘 有一些东西 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不知道 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可以确定的 就是说 如果今天习近平 接受了贺锦丽访中 那他非常有可能 就会派比较低阶的 这个中共的官员 来接待他 然后极尽羞辱之能事 让他去做发泄 那发泄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要做大内宣 他要对他的这个 中共的鹰派解放军 包括这些 他们渔民政策之下 民族主义的这些老百姓 让他知道说 我们能够羞辱 美国的副总统 那这样的话 至少让我们泄泄气 那其实这个对拜登来讲 也达到他要的 这个外交效果 也就是说 现在美国要给中共知道 我们就是渐渐的来 去跟台湾 竞争实质的外交关系 但是呢 这个过程当中 你中共你还是得要忍 那你要去习惯 一个新的动态 过去呢 中国讲说 一个中国原则 那美国说 我们是一个政策 两个是不一样 那不管怎么样 大家好像都很害怕他 柯林顿也怕中国 这个欧巴马也怕中国 那以前老部系的时候 也是很怕 可是到了川普之后 现在到拜登之后 他要让中国 习惯一个新的动态 就是我们美台之间的互动 是你没办法挡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呢 稍微呢 就我们可以让步的地方呢 然后来去 来去让你稍微 不要那么不舒服一点 好我们讲美台之间的互动 就在现在台美关系 友好之际 我们又再度失去了 一个邦交 友邦的国家 那就是与我们建交 超过82年的宏都拉斯 老师你认为说 红国在这个时间点 宣布与中国建交 跟这一次的 蔡英文总统 访美的关系有多大 那么未来 我们会因为亲美 而失去更多的友邦吗 中美洲 我们有三个邦交国 那如果这个宏都拉斯 也断的话 我们就剩两个 那我们现在目前 全世界有14个邦交国 那中美洲 以前国民党都会说 这是我们的外交重镇 那你怎么会沦落至此 等等等等 可是我认为 纵使马政府时代 他只失去掉一个 好像是上比亚还是哪个国家 那基本上来说 这个都是一个趋势 哪怕你国民党将来回来执政 中共还是给你断外交国 我的论述是这样 就是说当然外交国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重值 重量之外也要重值 那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 非直接关系的 这个友邦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包括这个像印度 但是其实我们跟他实质关系 不见得会输给我们实质见价关系 当然讲这样的话 并不是让我们自己会舒服一点 而是说在这个中共打压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国人不应该用一个 比较正常国家的角度 来看台湾的这个外交的困境 你反而应该用一个是一个 所谓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关系 因为台湾其实 基本上来说 在这个2016年之后 我们是有机会走出自己国际一条路 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非常有趣 是除了这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 这个宏都拉斯 其实有一个大洋洲的国家 叫做麦克罗尼西亚 也传出说 要把这建价关系从中国转向我们 虽然有人说他跟我们要50万美金 可是老实讲 5000万 5000万 那但是问题是 外交关系里面哪一个国家 不涉及到实质利益 因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你哪怕跟美国的关系 也是都涉及到实质利益 美猪美牛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能够给这些友邦 除了说金元之外 其实我们有更多的技术 科技 农业 甚至我们的人才 这些输出来帮 过去我们帮非洲 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 还是有它很特殊的角色 更不用说我们有TSMC 我们有台积电 好的 在美中新冷战的架构之下 台湾该怎么样找到生机呢 相关的国际情势 我们将会持续的关注 也特别感谢邱教授 今天来到节目 当然我们做这么精辟的解析 谢谢老师 杰克众议院的议长 艾达默娃 率领了史上最大的访问团 来台五天 离台之前呢 双方代表分别签署了 三个备忘录 七个合作成果 和国会友好声明 而艾达默娃日前 也在国会殿堂当中 发表了演说 他强调台姐两国 有着共同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杰克也会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一起守护自由民主人权 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与其他人的自由和自由 很多奥奥和独立 即使前些人 尤其是正常的言論 而不只百多人 无人的脱子 不像是败罪 或是尸体的威力 但是不足以为 自由,自由 自由 和人的利益 不只认为他们 我们是不是很熟悉的 中国人和台湾的民主 统一共同胜利 和其他物败和其他物败 我们的清朝和台湾的事情 跟我们的财务是法律和自由 亲爱人的台湾人 我们的保护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fter finishing her speech not only did all the ruling and opposition legislator and employed passionately for several minutes they also rushed 台湾半导体业挑战不断 不仅要对抗中国恶意挖脚人才 也要严防美国砸大钱扶持产业 因此台湾的IC设计教父蔡明介 带领IC设计大厂发布台湾史上首部 IC设计产业政策白皮书 盼望政府推出完整的晶片法 以及扩大培育人才 The chairman of MediaTek, Cai Mingjie shouted that he expected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a budget of $10 billion to support the industry The first policy white paper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IC design industry has been released and senior figures from Fisun Electronics NovaTek, RealTek Semiconductor attended in person to point out the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industry 过去教改政策的破云证 另外还有少此话 还有国际 中国大陆的恶性挖脚的这些问题 等等 这是未来挑战以后的最大的问题 从人才培育的 短中长矩的策略调整 Cai Mingjie, being low profile has personally stepped in this time not only to fight against China's malicious talent haunted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U.S. cheap law which is rumored to cost up to $13.7 billion U.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ccounting for 25% of the total budget and the U.S.-China trade war has also led to major reshuffl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中国大陆在去年10月7日 受到美国的BIS功夫的禁令的影响 反而会让资金流向会受禁令的 成熟制成的IC产品 那台湾中小型的IC设计业者 有可能会首当其冲 Last year alone, Taiwan's IC design industry achieved a global market share of 18% Although only 52,000 people were employed in Taiwan, they contributed 29% Taiwan semiconductor output and 2.4% of GDP Cai Mingjie also warmed up the challenges ahead and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a complete Taiwan CHIP Act to bring the industry back to its peak 中国车市近期销量低迷 也让当地的汽车大厂 出现了降价竞争现象 波及到了车用半导体厂的供应链 有供应商遭到了客户要求降价 甚至砍单 相关的台湾大厂 也可能会受到了冲击 还有业界人士表示 晶圆代工恐怕会成为下一个风暴权 With the recent global EV price cuts Chinese automakers have also started to compete by cutting prices including Geely's drastic cut in orders for head-up displays and BMW slashing orders for Chinese card chips and asking suppliers to lower prices 车用津贴 过去因为下单量不足 所以造成过去两年大缺货 厂商下集单 当然这些单子现在慢慢量产出来 市场又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 所以开始有降价竞争的问题 Automotive IC supply is no longer tight Resulting in price pressure but also affects the supply chain of Taiwan manufacturers One of the manufacturers Honghai's class ownership's advanced power electronics Last year's first quarter results after tax net income fell nearly 60% to $84 million down to a two-year low with EPS at only 0.43 Obviously by the impact of the reversal of market conditions Automotive power management IC supplier Silergy also said it would release negative news Say frankly that the first half of the performance may not be as good as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utomotive MCU brand Nouveau 10 Technology also suffered a simultaneous impact 客户当初的计划都比较高 在这一季度做的这种调整的话 的确是造成我们的库存 有稍微增加 我们跟上一个季度相比 其末的库存总共是增加了三亿 Automotive IC wall for makers will not escape the pressure of price cuts caused by the cut orders and industry analysts are bound to adjust the production pace of funder investment and the demand for silicon wallfares which will affect the operations of Taiwan's manufacturers TSMC, UMC and global wallfares and become a potential rigs for the industry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面对面 我是黄宝慧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eine Fernande